畫圖的一些基本秘訣 剛剛忘記錄影 這個非常抱歉 我再說一次喔 畫圖的三個秘訣 像這個X下1乘以X顯3 這個式子 我們先把這個根 因為剛剛有人進來所以我只好快速講一聲 我們可以把這個 與XO的焦點畫出來以後 因為它的最高次項為正 所以它從正號畫起 穿過去 穿過去就會畫出這個 這個二次函數的圖 那如果是完全平方的話 怎麼畫 首先與XO的焦點 叫做負1 那這個時候右邊代言區是正 左邊代言區因為是平方也是正 所以負1的左右側都是正 這叫偶碰 好 所以呢我們就會畫圖的時候呢 第一個看最高次項 這個正負 第二個如果你看到基數的根 像這裡一次跟這裡一次 畫圖的時候就穿過去 穿真引線的穿過去 那如果是偶數的根 你會在這個圖形上正好這樣碰一下 就這樣子碰一下 正好有一個焦點叫偶碰 可以嗎 那判別式巧的0 首相為正的話這個式子是橫正 橫正 大概是這樣子 好 來那我們來開始畫圖 第一個圖怎麼畫 先去找跟XO的焦點 第一個圖怎麼畫 有哪幾個焦點 5跟幾跟幾 5還有幾 3還有幾 -1嘛 對不對那最高次項告訴我 這三個乘開來最高幾次 3次 那最高次項是正還負 正 所以從右上地方畫起 開始囉 穿穿穿 這個圖就是我們大略的簡圖 當然上下的比例沒有畫得很準 不過也沒有關係 大概就是如此 這樣 可以齁 OK齁 那第二個圖呢 注意有兩個點 一個是3 一個是1 這裡是 二次 二次叫做偶數個根 最高次項如果為正的話 來 偶碰 碰一下 積穿 會這樣子畫圖 可以嗎齁 積穿偶碰是這個 貫穿這個 二次函數 或是高次函數畫圖的一個 很重要的秘訣齁 那接下來第三個 我問你齁 這個式子 x平方加x加1 我就直接跟你們講 他判別是 小而靈 這個式子橫正 不會與x有焦點 所以根 是不是就只有看1的地方 那最高次項為正 所以這個圖形 基本上就這樣穿過去就好 同學這是掠圖 最高次項為正 這樣穿過去就好 不會有任何的轉折 就這樣穿過去 繼續往下畫一些 好 那第三個圖 告訴我怎麼畫 對不起 第四個圖告訴我怎麼畫 Sorry 先問你們最開口是正還是負 負的 來 先把焦點畫出來 一個是3 一個是1 那這時候這圖怎麼畫呢 一樣同學 來 老畫一句 雞穿好碰 可是我要從最右側 從上面還是下面畫 下面沒錯 來 碰 再穿過去 圖就長這樣 可以嗎 圖就會長成這個樣 蛤 對 去看這個翅膀 括號的翅膀 可以嗎 好 這樣可以 那再來我們來挑戰一個更刺激的試者 同學這兩題的話呢 這個第一題你們就交給你們自己 我來給你們看這個第二題 第二題當然是積穿好碰 可是這個二次是分解完了沒 還沒分解 還沒分解我們不知道這個二次是它有沒有根 所以我們先用公式解或判別式來看 欸 判別式 一看 呃 b 平方-4ac 是5 大於0 所以公式解解一下 xn1 0 2a分之負 b 加減根號b平方-4ac 2分之1加減根號5 同學 這個 式子裡面有兩個根 一個叫2分之1加根號5 一個是2分之1減根號5 還有1 這是一個4次的式子 來先把邊界找到 一個是1 一個是2分之1加根號5 根號5大概是2點多 加起來大概是1點 加起來是除了2大概是1點多 那另一邊是多少 2分之1減根號5 大概0點多 負的0點多 那同學 這三個根寫出來的 這裡算幾個根 請問你2分之1加根號5 是解出來的幾個根 一個根還兩個根還三個根 一個根嘛 因為這個式子只能分解成兩個一次式 可以嗎 你OK嗎 可以齁 好 這裡是一個根 那這裡也是一個根 它不是重根 可是這裡乒乓叫做二重根 所以怎麼畫 來看齁 右下角開始畫 接下來怎麼樣 積穿 火碰 積穿 這圖就長得這麼奇葩 這當然這 畫的圖有點扭斜辣 但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信不信 同學 同學不信 我們有個好朋友是嗎 Decimals 來 我們把Decimals 抓出來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啦 這個圖的高低企幅是不一定 但是至少它的這個轉折的情形應該是一樣的 負的 開始囉 好 x平方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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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這有一點 -x 在乘上 外面這裡還是這樣 好 同學有沒有發現這個圖 這個圖大概長這樣 有沒有看到彎折是不一樣 開口朝上 烤朝下 然後這樣 碰一下 穿過去 穿過去 碰一下穿過去 那因為這個數字的關係 我想你們應該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的圖沒有那麼準確 因為我的數字標起來 它只是一個相對的關係 不是這個準確的畫圖 那這個1.618就是2分之1加根號5 根號5 大概是2.236 2.236加1加3.236 除以2大概是1.618沒錯 所以這個這樣有沒有看到 圖真的長這樣子 謹記 積穿偶碰 帶給你們這個解不等式畫圖的人生快樂 好 這樣子OK 所以同學所有的畫圖都是這樣 可是解不等式 如果不是要你畫圖 只是要你單純的解不等式 為了方便 我們都希望最高次項為正的去畫 聽得懂嗎 來 我用這三個例子再解釋給你們 這兩個例子再解釋給你們看 第一個 -x平方加x-5大於等於0 我不喜歡 我把它拆開來 -x平方加x加5大於等於0 把它變號 乘以-1加x平方-x-5 加於等於0 可以嗎 那這個式子去解一下x等於幾 2分之1加-根號 b平方-1121 同學 有兩個根 代表的是說 這個式子其實可以分解成 x-1加-21 還有x-1-21 小於0 小於等於0 因為我們知道有根 就會有相對的一致因式 對不對 這OK 這個之前有講過的 那同學 其實有了根就可以畫圖了 二次函數開口朝下 這時候有兩個焦點 一個叫做2分之1加-21 一個叫做2分之1-21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這邊比誤了 最高次項已經被我們辯證了 同學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再說一次 我們現在最高次項辯證了 所以畫圖怎麼畫 應該是這樣畫的 不好意思 忽然不知道為什麼 這恍神 開口朝上是這樣畫的 那一邊叫做2分之1加-21 一邊叫做2分之1-21 強調一下 強調一下 我們最開口已經變正 那這個時候 我們要解的圖 已經不是大於等於0了 因為變號以後 我們要解的是這個小於等於0的部分 那什麼叫小於等於0 代入為負的範圍 那我們知道圖形在XO下面 這兩邊代入去為負 這兩邊代入去為正 所以小於等於0 我們要取的是什麼區 取這個負號區 所以最後我們的答案 這個X就介於2分之1加-21 到2分之1-21 像這個樣子 可以好 所以第一個先辯證 最高次項為正 然後呢 我們改解這個 最高次項為正的解不等式的問題 那就可以解釋我們要的範圍 可以嗎 大概是這個樣子做的喔 這OK嗎 好 那我們來看第二題 第二題 我們要求負X平方 加X-6 大於等於0 要標在數線上 首先 我們先把最高次項辯證 X平方-X加6 要小於等於0 你怎麼分解 好像分解不太出來 感覺不妙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判別式 判別式叫做1-4乘以6 哇小於0 判別式小於0代表 與XO沒有交於0的5解 而且最高次項為正 而且最高次項為正 所以這個圖應該是很正 所以這個圖應該是很正 與XO沒交點 可以嗎 那我請問你 你要取小於等於0有沒有 找不到嘛 對不對 小於等於0在XO的下方啊 找不到解這叫什麼解 無解 所以這時候 找不到 所以就是無解 同學你們高中的時候 有可能會有這種無解的情形 所以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是指 當你判別式小於0時沒有交點 但你負號區根本沒有畫到圖 就叫無解 這樣OK嗎弟弟 找不到 好 來 所以說我們解二次不等式的流程 同學 二次跟高次的解法都是一樣的 第一個 首項係數要先變正 正了才可以找 可以嗎 先找跟宇宙的交點 再來畫圖 最後判斷正負 大於0在正號區小於0在負號區 可以嗎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等於0呢 等於0就代表在軸上 等於0就是在我們的軸上 好 就這樣 上一次的東西 我們快速的提要一下 那這個提要完以後呢 我們來 來這個 做一做我們的這個練習 怎麼 我不知道 他沒有在打雷嗎 他沒有在打雷嗎 有可能要再下雨了 這還好啦 來同學 那我們來看這個 回到這個講義 來同學 這個 這個前幾題要講完了 那我們打開來 這個單張的講義 還記得嗎 那一本本 這個本本的 來 來 那本本我們就來往下看 基本上來說 這裡的問題 有幾個小難題 那這個幾個小難題 我們不一定會講 這個 最主要是我把這個重點 放在這個重要的觀念 帶你們看 有一些計算瑣碎的 我們就跳過來 來 那同學這個例五應該會算 來 首先 這個式子是完全平方式 叫x-3的平方 大於0 來 那這時候畫圖 與x有交點 這個3 積穿偶控 所以很明顯的圖是這樣畫的 那我求你 你要x-3的平方大於0 取正號區 這兩邊都是正的 但是有一個點是例外 什麼點 我們這時候與x的交點 是不是不能要 因為用3代會等於0 聽得懂嗎 用3代會正好等於0 所以我們知道 這時候就是x 施正義數 x只要不等於3就好 可以嗎 對 就這樣 那這個式子你們就自己看 來 第六 這是一樣的式子 這是一樣的式子 在判別式小於0的時候 來 我們來看 x平方加x加4大於0 你會發現這時候這個圖 判別式 等於2的平方-4乘以1乘以4 小於0 橫正 所以第一個圖形 它已經是橫正的 那我們要問它大於0的解 同學 這圖不管怎麼帶 是不是都在x的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是不是無限多解 x屬於R 這個東西我用符號寫 它翻譯成白話文 叫做x屬於任意的時數 x屬於就是這個符號 一個叉子的符號 這個寫給你們看 屬於任意的時數 你要去找小於等於0的地方 找不到解 對不對 所以第二個小題有沒有可能小於等於0 不可能 所以它怎麼解 5解 找不到解 這樣子 這樣OK了齁 其實我們剛剛解不等式就一次講完了齁 好 那再來 我們來看第7 第7這個問題 蠻經典的 來個C型號 那第8 它這個題目 先省略到 因為它這個題目並不是 並不是很難 但是計算蠻複雜的 那我們這個先把計算複雜跳過 這個 帶你們去把重要的觀念講完 來 它說二次不等式 這是一個二次式 它的解 叫做x 介於2分之-1到3的中間 那我們要求bx平方加x加1小於0的解是多少 那怎麼做 同學 請問你由A有B 有沒有辦法分解 不能分解嗎 因為這AB不知道怎麼猜 那 可是我們這裡是不是有範圍 我們有範圍 是不是應該可以逆推回我們的二次式 看是多少 對不對 好 來 所以我們這題 要訓練的就是大家如何去 逆推這個式子 來 怎麼逆推呢 先去看一下我們要的解 叫x介於2分之-1到3之間 我們解不等式 最高次項最後都先辯證 然後呢 畫圖去求解 所以x介於2分之-1到3 應該指的是這個圖 那我們這時候取的是這個負號區 這件事情可以嗎 那這個時候來 有一個3跟2分之-1 是不是代表我們的式子 在這個解不等式的圖裡面 應該是x顯3 乘上x加上2分之1 要小於0 才會有這兩個邊界 那小於0取負號區 可以嗎 這樣可以 我們知道有這兩個點 就代表應該是有這兩個因式 對不對 那我們開口 朝上的假設之下 小於0是取這個負號區 那我們來展開來一下 這個式子解不等式的結果 產生的原式就叫x平方 減3加2分之1 減掉2分之5x 再減掉2分之3小於0 可以嗎 這個式子的話 同學 你去想想看 這個式子我們知道 如果逆推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解除我們的範圍 介於2分之-1到3之間的 因為如果我們把這個式子拿來分解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那變成這個樣子以後 再拆開來畫圖 就會變成我們這個x 介於2分之-1到3的結果了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式子跟我們題目 是不是長得不太一樣 你說老師 這個是小於0的 這是大於0的 同學 這小於0大於0其實沒什麼差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式子 就可以再變號 只要變號不等式的方向就會改變 再來這裡是要正5 這裡是2分之-5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 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結果 再乘上-2 整個式子乘上-2 叫做-2x平方 再來 再來 加5x 再來 加3 要怎麼樣 大於0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式 所以同學 我們基本上來說 就從我們的解這邊 開始去畫圖 然後假設2次4以後 再逆推 根據我們的係數跟大於0小於0 逆推出原來的式子就好 可以嗎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式 這就是我們的原式 那有了原式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知道 從這裡可以得到我們的A跟B是多少 這時候B等於3 A等於-2 x平方是A嘛 對不對 那再來常數項是我們的B嘛 請寫到這裡 請寫到這裡 有B跟有A了 這個時候 Bx平方加Ax下1小於0 Bx方加上Ax加1小於0 這怎麼解 叫做3x平方-2x加1要小於0 把它拆開來 3x跟x 1 1 1 喔 對不起喔 這邊是加了才對 那就是加1跟加1 同學不好意思 我這邊剛正不能比悟了 好 這沒有影響這個結果 好 那這個式子你要怎麼解 最高次項已經是正 不用再變號 一個邊界叫3分之1 一個邊界叫-1 小於0取我們的負號區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x 就介於3分之1 到-1的中間 這也是我們的答案 可以嗎 咦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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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有看到 感謝你 那同學這個 這個題目最重要的地方是這裡 就是你在逆推的時候 我們先假定最高次項為正 來畫圖討論 這逆推時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逆推的過程 先假定 最高次項 為正 在1條件看要不要變號 對 這樣子做 稍微注意一下 這件事情 我們在逆推的過程 就是先假定最高次相偽證 再依條件看要不要變好 像這一題是要變好 可以嗎 所以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原刺 應該長這個樣子 你要 剛突然 鼻子突然一塞 哎 就突然就容易解錯了 這個小弟過敏很嚴重 所以這個從小就 就有時候會過敏 這個稍微包含一下 好就這樣子 這就是逆推 逆推慢慢的看 這個逆推今天學到以後就蠻賺的 那這裡後面省略掉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高次不等式 同學高次的秘訣 跟低次的是一樣 可是你要先想辦法去分解 分解完以後再畫圖 可以嗎 畫圖就再開始解就好了 來 那你要先分解成一次次或二次次的成績 如果可以分解成一次就要分解成一次 如果判別是小於0才會把二次次留下來 可以嗎 還有一件事情 在解不等式的時候這個寫在旁邊 判別是小於0的事實不影響正負 判別是小於0的事實不影響正負 所以可以怎麼樣 可以略掉 因為它就是一個正數 我們知道如果它是一個正數 你解不等式的時候本來就可以約掉 就像2x小於0 2直接約掉的道理是一樣的 好 好 那我們來開始囉 那開始要立久 我就直接看第二題 同學 積穿偶碰 直接看第二小題 最高次項已經正了 有邊界3、2跟1 最高次項為正 積穿偶碰 再積穿 同學我圖上畫得有點醜 但真的大略就是長這樣 最主要是因為我在平板上畫圖 所以這個線才 沒有辦法那麼的漂亮 偶碰 那這個3、2跟1 畫出來以後呢 來 我們要不要等於0 要 我們還要大於0的地方 大於等於0代表正號區域跟軸上都要 所以來 這個答案就是x大於等於3 這個2我們的邊界要 x等於2 還有x小於等於1 就解出來了 這樣OK嗎 好 其實這邊結起來還蠻爽的 輕鬆 輕鬆協議的就可以把一些重要的東西學出來 那這個同學因為今天這個分段的關係 我會先把不等式教完 那教完的話我們會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那休息個10分鐘 然後我們就直接往下一張教 這個 這個我們高一的最後一個章節 今天的話當然交不完 可是這兩個禮拜多應該可以把這個它重要的部分好好的代過 這樣子 那我希望我們接下來的課程稍微的好好的就是調整速度代過以後呢 那這個到這個8月底的最後兩次課我們就可以從頭開始再上 可以嗎 一樣的這個開學之前我們也稍微再提早跑一些 所以我的目標是123是大概到20號到23號左右把這個課程 該講的講一講 那27號跟這個8月30號開始 這次上課我們就我們就會開始往下跑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歷史 歷史我再強調一次 你看到這個二次的課程 要先想想看它有沒有辦法分解 還有最高次項要是正還負的 最高次項要是正 所以我們來先看一下第一小題 這裡是-x的平方 不喜歡先變正 左右同乘一個-1 叫做x平方-4x平方-2x-3 大於0要小於變成小於0 因為不等式的方向改變 那接下來分解 x-2乘上x加2 在這裡拆開來叫做多少 x-3x加1小於0 同學這個x-3x加1就自己拆了 因式分解而已 接下來畫圖 3-2-1-2 最高次項為正 從右上方開始畫起 激積穩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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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s Yes 同學有沒有很簡單 以下就畫出來了 那我們要的現在變成小於0了 通學 等量的算完以後ene 我們要解的是這個 最高次項為正小於0的解 因為我們利用等量×2 要改解的是這個式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怎麼解呢 小於0取的是這個下面的負號曲 所以我們得到的這兩個邊界就在這裡 來囉 寫一下 一個是x介於2到3之間 或者是x介於-1到幾之間 或者中間 就這樣 這應該OK吧 想辦法把四十分解開最高次項為正 那沒辦法分解就是用這個公式解開有沒有辦法解根 再沒辦法就判斷他的判別式有沒有小一點 第二小題 最高次項先變一下 這時候叫做2x-5 乘以2x-37 乘以x平方-4x加2 我們把一項變號 所以是不是乘一個負號 就乘一項的負號進去 所以這裡 大一等於0要改成小一等於0 接下來這個二次是有沒有解 用公式解釋看 x-2a分之 負 Br temple 加減根根號 b平方 si hem רx tail 可以嗎? 可以看得懂嗎? 那代表說我們這個式在分解式 有一個叫2x-5 可以叫2x-37 有根就有因式 同學你們會發現 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有一些觀念 在前面我會稍微提到 我們以前在因式定理說 找到根是不是可以寫成因式 所以呢在這裡 這個2加√2跟2-√2 就是 x-2 加√2 再乘上x-2-√2 下一等於0 那我們來畫圖囉 首先 邊界有哪一些 一個根叫做 2分之37 這真的很大 再來 2分之5 那我問你喔 一個根2加√2在哪裡 2加√2 √1.41 所以2加√2大概在這邊 2-√2大概是0點多 2-√2在這裡 可以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畫圖 雞窗我碰的畫圖 我們要的是小1等於0的負號區 有等號所以軸上的點也是要的 是十星的十點 所以我們來解 這答案就是x 介於 我先用2-√2 到2分之5 或者是 x介於 2加√2 到2分之37 這兩段 可以嗎? 就寫出來了喔 好 好 這樣子 那強調一次喔 這個最高次項為證在畫圖 如果是解不等式的話 避免這個計算的時候 會有這個問題或輸的喔 這樣OK嗎? 解不等式的時候也可以變號 畫圖都不能變喔 只有解不等式才能讓你自己變號 好 那這個第二小題 你自己要做 這幾題喔 這沒有很難 計算我碰 畫一畫就好了 來 那最後來 這個例11 例11的話 我們就挑一題解 好不好 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同學 你要先把這個式子 可以分解的 盡量分解 這一題出得非常漂亮喔 那這第二小題來 x平方-1很簡單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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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1 同學 記不記得 a三方-b三方 等於多少 a-b 乘以a平方 加ab 再加上b的平方 同學 如果你們現在還沒記起來 沒關係喔 因為我們講了三四次 你們開學以後 還會再碰到 所以絕對記得起來 你們要放心 來 那這時候來 x-1 x平方加x加1 大於0 畫出來了 那寫出來以後 再分解整理 重新排一下喔 你應該看得出來 有兩個x-1可以合併 所以會變成 x加1 乘以x-1的平方 還有x平方加x加1 大於0 那我請問你們喔 這個隨便提一個人 冠卜冠卜我問你喔 冠卜 在嗎 哈囉 有 有齁 那我問你喔 這時候x平方加x加1 可不可以畫減掉 可不可以約掉 那你是不是要先去看他的判別式長怎麼樣 嗯 他的判別式是幾 1平 減掉 4 等於-3嘛 是不是小雨林 對 判別式小雨林 這邊是不是橫正 對 橫正會不會影響計算的結果 例如說7倍的x-2 大於0 請問你這個7可不可以約掉 可以嗎對不對 以前學是可以約掉 所以當他是判別式小雨林 我們判斷他橫正 所以就可以約掉 可以嗎 好 這樣OK齁 因為他是一個橫正的數字 不管怎麼樣子算 這個不等式都不會因為他而變好 這個不等式都不會因為他而變好 因為都是正的 可以嗎 用1代用2代用100代都是正數 只要是正數就可以約掉 只要是正數就可以約掉 好 所以解釋了以後 最後我們來畫圖囉 冠博謝謝你 來 畫圖囉 1跟-1為邊界 積穿偶破 這時候不能在軸上 我們要大於0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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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所以要嘛x大於1 或者是x介於 V到1的中間 這樣 可以嗎 不是說真的很難嗎 對不對 好 那大概就這樣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演練的 例題12 這一本 這個我順帶一提的時候 這一本 這個是龍藤版的講義 那龍藤版有一本比較難的版本 跟一本比較基礎的版本 這一本是龍藤比較基礎版本 那基本上來說 我記得竹女是用這一本 那這個每個學校都有可能去輪到龍藤 那龍藤的話前年好像是 大前年是竹中 只是竹中每年都會換 今年換到漢林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例題12 這個他說 這個三次式的解釋 x介於-1到2 或者是x大於5 同學一樣用逆推的方式畫圖 來 一個邊界是5 一個邊界是2 一個邊界是-1 一個邊界是-1 三次式的畫圖是積穿偶碰 有三個邊界 那這個最高次向為正畫圖以後 你要的範圍是不是正好是正號的地方 還有等號 等號也要 所以這個邊界也是要的 所以第一個先逆推 逆推好了以後呢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做 這時候分解來 x-5 x-2 x加1 你要的是正號區大於等於0 那我們稍微的展開來 慢慢算 x三次方 那有幾個x平方呢 -5 -5 -2加1 -6x平方 再來 這個 10x-2x-5 加3x 加10 大於等於0 把這個式子分解完是長這樣子 同學 可是這個式子是不是真正的答案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原本的題目是不是-2死在前面 而且不等式子要變號 所以呢 為了要跟原式一樣 所以我們再搭配的題目 再乘上-2 就是-2x三方 加上12x平方 -6x 再-20 會小於等於0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A B跟C 所以 A等於-2 B等於12 C就等於-6 對 對 加1 加2 對 OK 好 就這樣 好 這個時間抓得不錯 我們今天這個東西就講到這邊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就要進這個直線方程式 把他稍微寫一寫 那這個下課休息10分鐘 我們拌的時候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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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沒有很難對不對 對 就這樣 就畫出來 就畫了 你要吃嗎 這個 這給你 編制 好 那我先 先 一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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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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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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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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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不記得 兩點之間的距離 兩點之間的距離 之前有說過了對不對 然後呢 方程式的傾斜的斜率 又稍微講 還記得斜率嗎 同學記不記得斜率 不記得斜率的話呢 我們會再 從頭再幫你們討論一下 來 這個幫你們複習一下斜率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你們就稍微的用一張小小的白紙 那我們來 算一下 這個斜率的 關係跟關聯之間 我們有一張 整張的 那你們可以拿一個白紙或是找個空白的 地方再稍微的重新寫過 先強調 這個斜率我們以前有沒有講過 有嗎在一次函數多項式的地方 有講過 來 但是因為它是重要的基本關聯 所以我們再重新講一次 第一個 假設我們有兩點 有兩點 一個點叫做 x1 y1 一個點叫做 xy2 那斜率怎麼算 這個斜率 基本上來說 就是依照順序的把 y-y再除以x-x y2-y1 再除以x2-x1 也可以寫成 y1-y2 再除以x1-x2 你只要照著順序 減就好了 那為了分母不得為0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時候我們的x1不能等於x2 這個就是斜率的定義 那斜率通常我們用m來表示 斜率我們通常用m來表示 傾斜的程度 這樣OK嗎 y的x 以上x的x 就是我們的斜率 用來描述傾斜的程度 那我們舉幾個例子 來 假設這裡有個點叫1-1-2 這裡有一點叫做4-4 那請問你斜率是多少 這個斜率 y-y除以x-x 好不好 叫做 4-2 除上4-1 算出來叫做2-3 這2-3代表是 假設水平走3 牽直就會往上走正2 可以嗎 這樣OK齁 好 好 再來 假設一個點叫做1-1 一個點叫做2-2 要了2跟-3 2-2好了2-2就好 麻煩 好 1-1跟2-2 可以嗎 那請問你這個斜率是多少 這條線的斜率叫做-2-1 再除以2-1 算起來是幾 算起來是-3 這個-3 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當你水平走1 牽直就往下走3 可以嗎 這樣OK齁 好 水平走1 牽直往下走3 OK 那我們從這邊呢 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 圖形如果往右上升 斜率大於0 往右下降 斜率小於0 那水平線呢 這水平線喔 叫做23 還有33 那它的斜率是幾 它的斜率是3-3 除以3-2 等於1分之0 水平線斜率等於0 那牽直線呢 牽直線例如說 33 一個點叫35 牽直線斜率等於多少 5-3除以3-3 分母為0 不存在 可以嗎 這斜率的四個方向 這樣OK齁 那再來斜率有兩個重要的特徵 同學我們再快講完斜率的觀念齁 來 斜率還有兩個重要的特徵 當我們平行或者是貢獻的時候 假設這裡叫做X1 Y1 這裡叫做X2 Y2 這裡叫X3 Y3 可以嗎 喔 水平的算出來這裡叫做M1 水平比牽直這裡叫M2 那同學這裡會有什麼現象 猜猜看 這兩個三角形 用肉眼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AA相似 所以水平跟牽直的比值會不會一樣 會嗎 對不對 可以嗎 代表這時候M1等於M2 這裡告訴我們重要的心得是 同一條線的斜率 同一條線的斜率 相同 M就是斜率 同一條線的斜率會相等 假設這條線L1 這條線L2 如果兩條線平行 這代表水平跟牽直也會成比例 平行的話 可以嗎 那假設第二條線上的斜率叫M3 如果L1平行L2 這時候M1等於M2等於M3 告訴我們的是說 共線或者是平行 斜率都相同 共線或者是平行 斜率處處都相等 可以嗎 這OK 再來 斜率的比大小跟正負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斜率如果去觀察這兩個的關係 平行看我們先來看垂直好了 這等下的比大小跟正負 來觀察垂直 來 水平3千直2 同學 00到32 告訴我這條斜率是幾 原點叫00嗎 這條線的斜率叫幾 M1 是不是等於2-0除以3-0 叫做3分之2 可以嗎 對齁 那如果水平走2 千直走3 這一條線 叫做-2-3 那請問你第二條線的斜率是多少 -2分之3 那為什麼要討論這兩條線 你們有沒有感覺得出來 這兩個三角形有什麼特徵 是不是全等 一條是2 一條是3 一條是3 一條是2 只是一個躺下來一個圈圈 一個站起來 可以嗎 一個是躺著的 一個是站起來的三角形 那同學 在這兩個三角形垂直的狀況之下 中間是不是就會有垂直了 在這兩個三角形全等的狀況之下 兩條線是垂直的 可以嗎 那你來觀察一下 如果垂直的時候斜率相乘 會有什麼現象 當L1垂直L2 這時候M1乘以M2 3分之2乘上-2分之3 哇幹算出來是-1 所以當你垂直的時候 斜率相乘會等於-1 這很重要 這幾個圖 你們可以用力的瞪它 或者是說 稍微的想一下回想一下 或者你們用白紙抄起來 可是因為我們要講的是 等一下直線的關係 我們比較不會等 那這個斜率的關係 希望你們可以看清楚想明白 再來斜率可以比大小 水平是1 牽直是1 通過00 這條線的斜率等於1 水平是1 牽直是2 1比2 1分之2 這條線應該看出來斜率等於2 水平是1 牽直是-1 往右下看 斜率等於-1 水平是1 牽直是1分之1 這條線 斜率等於-2分之1 你會發現第一件事情 如果要斜率比大小 都去看往右邊的線 當它有焦點的時候 比較方便比 那大小是怎麼比 2比1大比2分之-1大比-1大 所以在比大小的時候 請記得 我們斜率都是從右半側去比較的 而且比大小的時候 由大到小 右上為正 右下為負 可以嗎 可以喔 這個斜率的比大小 好 再來最後一最後 我們還要看的是一次函數跟斜率的關係 fx等於ax加b 這是我們一次函數 它是一條直線 對不對 那通常我們會把它寫成 y等於ax加b 這個東西要寫 這個東西 等一下會用到 而且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要寫 來 如果我們這個式子寫成這樣一次的直線 那會有什麼特徵呢 你會發現斜率 就是我們的x前面的係數a 當寫成一個y等於af加b的這個形式的話 左右整理完以後 y在左邊x在右邊 y的係數是1 整理完以後斜率就等於我們的這個a 這個a的角色不要直接背它的a 是x前面的係數 那至於為什麼 很簡單 來同學看好 假設這條線就是y等於ax加b ax用0帶 y是b 很明顯 那ax用1帶呢 1帶進去a加b 所以你看這兩點的斜率 是不是可以算 叫做 a加b-b 除以1-0 算完就等於我們的a 可以嗎 b跟b約掉嘛 1-0等於1分之a就是我們的a 所以這個a就是斜率 這樣OK 好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一個例題 叫y等於3x-5 這圖形是不是應該往右上走 可以嗎 這斜率就等於3 好 y等於2分之-1x加5 斜率往右下走 這個斜率就是2分之-1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可以齁 這是跟直線方程式的關係 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直線跟圓 所以這個東西講一講很清楚 先講一下 今天我們大概會上到這個3點5分 這個我會講到一個段落 來 那我們來開始講這個直線的方程式 那我今天希望講到哪邊呢 講到焦點4就好 講到焦點4 來開始囉 第一個 我們接下來在直線語言最常見的 就只有兩個 點斜式跟一般式 什麼叫一般式 一般式 就是如果把所有的項 移到左邊這個 ax加by加c等於0 這個叫做一般式 可以嗎 這個式只叫一般式 這樣OK齁 OK齁 好 那這個一般式 它是一條斜直線 那如果只有x只有y 這國中有學過 如果一個式只叫做x等於3 這叫做千直線 對不對 這國中有學過 如果是y等於5 這叫水平線 這寫反了不好意思 像這種x等於3 只有x系數的話 這叫千直線 像這個y等於5 這叫水平線 那如果有x有y 這個就叫做斜直線 可以嗎 那第四個是說 如果常數向c等於0 這就要通過原點的斜直線 這蠻明顯的 xy用0代 0加0等於0 可以嗎 好 那重點來囉 如果是一條線 叫做ax加by加c等於0 它的斜率 叫做b分之-a 這一件事情超重要 你們今天有背道就指了 ax加by加c 在斜率是b分之-a 證明一次 說明一次好了 來 同學 這是我們的一條直線 那是不是可以用一次函數的方法把它整理出去 怎麼整理 by等於-ax-c 把b除掉 y就等於b分之-ax 再減掉b分之c 這個形式 我們是不是剛剛在這個 複習的時候就有看過 這就是一次函數 對不對 那它的什麼是斜率 它的x係數就是斜率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斜率 就叫做b分之-a 可以嗎 斜率就是b分之-a 那我跟你們講 對於斜率 有一個很重要的速看法 這是我們的線 可以嗎 斜率的速看法 我用率筆來畫給你們看 把式子用一般式整理在一起 你會發現之後很多討論都是用一般式來公開討論的 所以這個形式本來就很重要 可以嗎 來怎麼看斜率呢 b分之-a 把x斜遮料再加一個負號 就是我們的斜率 斜遮料x 再加一個負號 b分之-a 可以嗎 斜遮料x再加負號 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 x-4y等於5 來同學 沒有寫x係數是1 它的斜率是幾 來 斜率就是斜遮料x再加個負號 叫做-4分之-1 就是4分之1 可以嗎 再來 再練習一次 2x加y-7等於0 它的斜率是幾 告訴我 把x斜遮料再加個負號 1分之-2 斜率 這裡就是-2 斜率通常是用m來講 斜率的話通常我們的符號都是用m 斜率 約定成熟的符號 常用m來表示 可以嗎 用m來表示 那斜率這真實的英文叫slope slope 斜率 slope slope 好 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一件事情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牽直線 牽直線代表只有什麼座標 欸座標嘛 對不對 你看喔 如果ax加0y加c等於0 這是牽直的 那請問你有沒有斜率 請問你這條線有沒有斜率 0分之a 斜率不存在喔 可以嗎 如果這條線牽直線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用斜率來算 斜率就等於0分之a 不存在 所以牽直線是沒有斜率 再來 0x加by 加c等於0 同學 這是水平線 那水平線斜率是幾 叫做b分之0等於幾 0 所以y等於三小斜率是0 x等於三小斜率不存在 你一樣可以用b分之-a來討論 只是你要把它畫得清楚 好 再來囉 第一題的例題有夠簡單 那你們自己帶 好不好 這整題自己寫 上面的重點講完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件事情 這個 百分重要的東西 叫做點斜式 點斜式 就是有點跟斜率所組成的式子 這超重要 當你直線過一條一個點 而且斜率為m 那這時候方程式就可以算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 剛剛有說過 同一條線上的斜率都會相等 可以嗎 可不可以 那你要去描述的 直線方程式 就是xy的關係 用等號寫出來 那只要我們的點在這條線上 同學你看 不管點在哪裡 只要點在這條直線上 你有沒有觀察到水平跟千值的三角形 都是相似的 所以斜率是不是絕對會處處相等 也就是說 當我們的xy 在線上的時候 這時候xy的關係 跟這個定點的關係 斜率是不是固定為m 也就是說 只要點在線上 y-y0 再除上x-x0 就等於我們的斜率m 那把分母移過去 就叫做我們的點斜式 叫做 y-y0 就等於斜率 再乘上x-x0 這件事情超重要 就這樣 可以嗎 這叫做點斜式 利用點跟斜率所寫成的方程式 叫點斜式 我再強調一次 xy跟xy-y0 的關係列出來就好了 好 那還有一件事情 在這邊講 我覺得不錯 什麼東西呢 什麼叫做方程式 這件事情記得 就是xy這個點的關係 用等號列出來 這叫一個方程式 這件事情是貫穿這一張最重要的一句話 可以嗎 在xy的關係 用等號列出來 就叫做方程式 所以同學 直線方程式 就是利用斜率相等的等號 把xy的關係列出來 就叫做直線方程式 這樣OK嗎 所以你只要有點跟斜率 就可以利用點斜式 來我們來看一下例二 來過一二這個點 斜率為三 這裡有個一二 斜率等於三 這點叫xy 可以嗎 那這時候來 我們知道同一條線上的斜率 處處相等 所以 y-2 除以x-1等於3 習慣性的把這x-1移過去 叫做 y-y坐標 等於3乘上x-x 這個式子我們就叫它點斜式 利用點跟斜率生成的式子 點斜式 可以嗎 好 所以如果一條線 通過 38 斜率等於2 怎麼寫 對 這在說例 例習慈 如果通過38 斜率為2 就叫y-y坐標 等於斜率乘上x-x坐標 這叫做什麼是 點斜式 可以嗎 y-y等於 斜率乘上x-x 那同學 如果斜率為0 也可以這樣寫 同學 斜率為0也可以這樣寫 只有斜率不存在要直接寫 斜率為0就是水平線 斜率為0就是水平線 叫做y等於5 通常水平線跟牽直線我都是直接寫 因為斜率不存在你就不能這樣劣勢 分母不能這樣寫 好 所以這個第二小題 右邊的第二小題先跟你們講一下 通常斜率不存在的線 不太方便用點斜式去算 可以嗎 可以理解吧 因為x跟x沒辦法減 這是牽直線 x-x-0 所以不能算 所以這個 斜率如果不存在就直接寫牽直線 牽直線怎麼寫 就是x等於3小 x等於-1 像這樣子 可以 斜率存在才方便 那水平牽直我基本上都直接寫 這ok嗎弟弟 好 那再來有一個東西叫2點式 同學 2點式 我跟你們說我就不講 我只跟你們提醒一件事情 2點 就可以列出我們的一條直線 所以其實2點式跟點斜式是一樣的 但是一樣前提 請你們注意 你們如果是水平牽直的話 就直接去處理 我會建議你們水平牽直 是另外直接處理 你們以前有寫過水平線跟千直線嗎 對不對 國中有教過嗎 對不對 有吧 這個我有教國中 這個不要嚇我 好 所以像這個第一小題 來 像有給你2點 是不是可以算斜率 ab的斜率怎麼算 y-y 除以x-x 叫做2分之負5 那你再找一個點 A點15 對不起 2分之負3 對不起 好 再找A點15 這時候這條線就可以寫了 同學 有點15 斜率算出來叫做2分之負3 那線可不可以算 有 y-5 就等於2分之負3 x-1 這應該ok吧 先把斜率算出來 再找點 去解 用點斜式算 ok 我再說囉 這裡就是斜率 所以2點4是不用交的 就是2點4 就把斜率先算出來再去代就好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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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歷4的話 同學 叫做斜結式 交點式的斜結式也只是一個名詞而已 這個斜結式基本上來說就是一個一次函數的概念 同學 斜結式的基本概念就是一次函數 同學 y在左邊 mx加k在右邊 這個時候m就是我們的斜率 可以嗎 m是斜率 這剛剛有提醒過了 那這個k 我們有一個名稱 叫它 歪軸的 結距 k 就是所謂的 歪軸結距 那什麼叫歪軸 我怎麼聽到我的聲音 沒關係 什麼叫歪軸結距 同學 這裡有一個結距的名稱 結距是什麼意思 這也是一個名詞解釋同學 你們不要緊張 這個結距 就是羽軸的結坐標 我們這邊講完就會下課 羽軸上面的結坐標就叫結距 可以嗎 例如說 來 假設這裡有一條線 這是y軸 這是x軸 這點叫做 08 那這時候y的結距 就叫做8 這裡有一點叫負7 0 假設這裡 不要負 負9 0 好了 這點的x軸坐標叫做負9 這時候x軸距 就叫做負9 同學 這些都是單純的 名詞解釋而已 那這個一次函數 就是y等於mx加k 我們剛剛有說的 如果寫成一次函數的形式的時候 x前面的係數就是斜率 對不對 我們解一般式也是用這個證明的 所以不用擔心這個很簡單 來 那一個例子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這個例子來說 你要去找斜率為負2 而且與y軸結距為3的直線方程式 那怎麼寫呢 第一小題我們用兩種角度去看 一個叫一次函數 為什麼 如果斜率為負2 這時候可以解成y等於-2x加k y結距為3 這句話所代表的就是通過03 可以嗎 這個沒有什麼可不可以 這是翻譯而已 代表通過03 所以你再代入03到這條式子上 就可以了 所以算出來 3等於0加k k就等於3 所以這個4就叫做y等於-2x加3 可以嗎 那如果用點斜式的角度呢 同學你去思考如果有點跟斜率的點斜式 會有什麼現象 這裡有個點叫做03 這條線的斜率叫做-2 所以不管怎麼樣算 xy這個點跟03的斜率一定是-2 可以嗎 這叫點斜式嘛 那怎麼寫點斜式 y-3等於-2x-0 這叫點斜式 那你把-3移過去整理 會發現一樣 這y等於-2x加3 相等有沒有看到 書圖同規告訴我們是什麼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去解 同一條直線它就是長得 如果你好好整理就會變得一樣 可以嗎 是這樣的 好 ok 那這個第二小題就自己算 那第三小題 這個問題蠻無聊的 但是我希望你們可以直接看 y擷具是多少 斜率是多少 首先3x加5y加2-0 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斜率是多少 這叫做一般式 一般式怎麼看斜率 斜則是x加負號 斜率叫做5分之-3 那怎麼找y擷具 把0k帶進去 這時候5k加2等於0 k等於5分之-2 所以y擷具叫做0跟5分之-2 它是說有一條線 它是說有一條線 可以嗎 這斜率叫5分之-3 那與y軸的焦點 就用0k帶進去算出來就好了 這是第三小題的圖 在這裡 同學這個東西 其實 就瑣碎 真的就瑣碎 斜率怎麼算 你們要去熟練 那我會建議你們 把這個 例題跟練習 我沒寫的地方 都把它寫完 那同學這邊的話 就是照算而已 並不是說很困難 你們就照著把它慢慢的算出來 算出來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有問題再問我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今天就這樣 那這個禮拜我們應該會把這一節講完 這一節講完 那這一節講完以後 再來就再來剩下一兩節 好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辛苦你們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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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靈掰掰 崇瑞掰掰 嘉瑜掰掰 一誠掰掰 信涵掰掰 立恩掰掰 沛哲掰掰 一誠掰掰 聲音樂 阿滴 咱 咱